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指出,香港特区政府的新冠肺炎疫苗采购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首批疫苗最快将于2021年1月到港。特区政府的目标是在2021年内为全港大部分市民免费接种疫苗。 日前,香港特区前立法会议员、香港医疗人员总工会主席潘佩球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在未来的疫苗接种过程中,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仍需保持高度警惕,不应松懈。 据悉,目前香港已采购使用三种不同技术的合共2250万剂疫苗,未来市民可通过选择接种的时间和地点来选择接种疫苗的类型。 潘佩球表示,新冠疫苗的研发时间较短,效果仍需时间检验,建议在未来即便已接种疫苗的市民也仍需做好自身防护。 现在就是说因为疫苗是在比一般情况底下短时间之内研发出来的,同时那个疗效也要在实战的情况底下看清楚到底实际上它能够提供的保护程度有多大。 所以我觉得在开始的时候就千万不要当作这个疫苗是万能的,就是好像我们就不怕了,刀枪不入了,就冲上去了,这样的话很危险。 我还是比较相信就是传统的这个制造疫苗的这个技术,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灭活这个病毒制造的疫苗。 此前,一名新冠肺炎确诊者从医院出逃,引发全程恐慌,对此潘佩球建议, 未来医疗机构可通过在确诊隔离人员病房外设置安保人员,出入查验身份证件等形式,避免此类情况的再度发生。 医院也不是一个高度设访的地方,但是如果有人就是因为有这个,就说好像法律上要有隔离的话,恐怕政府呢应该要安排一些就是保安人员,门口要守住, 就他出入的时候要看看这到底是不是是不是失忆这样做,比如说有个保安在那个地方,他出入他要看看你的身份证, 他要对一对看是不是这个病房的病人,在本院的病人,这个都不难做得到的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